大家好,7月24号路透社援运两位官员的消息 印度政府正考虑放宽对中国太阳能电池板、电池制造、非敏感行业投资的限制 印度政府计划从安全角度不太敏感的行业放宽 主要聚焦于太阳能电池板、电池制造等印度目前缺乏专业知识的行业 非关键行业将根据具体情况决定 但对中国在电子、电池能领域的投资仍将继续限制 印度的财政部长提塔拉曼周二公开场合表示 支持与中国建立更好的基金关系 是莫迪政府高级内阁部长首次就中印经济合作发表正面评论 印度政府放宽对中国投资的限制将为中国释放 数十亿美元的投资提供可能 这些资金未来在过去四年里因印度限制未能进入印度市场 所以印度希望数十亿美元未来可能通过合作进入到印度相关的产业 印度这么选择根本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印度方面突然发现印度贸易与中国的逆差达到了850亿美元 印度不可能离开中国 印度财政部长及其团队撰写的印度年度经济调查报告显示 印度的2023、2024财年中国坐稳印度最大贸易伙伴地位 双方贸易总额达到1184亿美元 印度对华贸易逆差达到了850亿美元 这个数字也反映出印度对在中国的商品严重的依赖性 同时意味着印度虽然采取了措施限制中国 但是仍然难以推动本国制造业的发展 所以还是得需要中国制造 Made in China 这样的情况下印度的年度经济报告中指出 当下如果想促进制造业的发展就只有两个选择 一是加大从中国进口的力度 印度本土是制造不了的 只能依靠中国制造来提升印度制造 完全融入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 让中国的世界产供应链来带动印度的整体发展 印度想另起路灶替代中国是不可能的 所以印度只能加入中国 你先给中国人打工 然后再想着你能不能替代中国 你想另起路灶替代中国 那印度是幻想 所以这个报告非常清楚了 你得先给中国人打工 第二是吸引更多来自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 因为中国是制造业大国强国 很多制造业技术都在中国 中国向你投资 你印度制造业才能崛起 你未来才能想着取代中国 其实第二种选择是莫迪政府 想利用中国的投资 这也是现在对中国很多投资限制取消的原因 要借机圣诞 振兴印度的制造业 以便未来与中国展开竞争 暴中还将巴西 土耳其等新机场做了案例抛弃 内容提到 这些国家也纷纷出台措施 来吸引中国的投资进入电动汽车行业 印度高官的报告 其实是对中国整体发展和经济增长的一种承认 对印度而言尽管眼下离不开中国 印度高官也非常明白 但想得到中国的投资并不是那么简单 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后 印度几乎限制了所有中国游客的入境 甚至大量中国的技术人员也出现了签证难 中方向印度政府提出要求 呼吁恢复两国民航直航 印度对此势自大开口 妄图趁机逼迫中方在边境谈判中做出让步 就我恢复给你的航班直航 然后你让我在边境领土问题上给你让步 所以你看印度人有时候的妄想 那善因生善果 恶因得恶果 中方拒绝给印方台阶 印方察觉情况不对劲 由于缺乏中方的有技能的劳动力 和管理人员和技术 印度方面的技能劳动力效率低下 创新不足 打印度打造世界制造中心的雄心 结果被印度政府的政策推迟 过去四年印度电子制造商损失150亿美元 很多订单难以完成 甚至很多工厂 包括苹果 还有代工的富士康 撤离印度 造成十万工作港币流逝 本来中国和印度是可以合作的 我们可以合作 共同来推动你印度的制造业发展 帮助你印度制造业 共同向前走 只有你对中国设限 没了中国的技术工人 没了中国的技术 印度人自己蛮干 蛮干的结果就是订单拿到了 结果无法顺利完成 不是说给你订单你能干成的 没有中国的帮忙 没有中国的技术 你干不成 就导致现在苹果富士康可能要撤离印度 已经损失了十万个工作岗位 所以印度政府的高级经济顾问 表示如果想得到来自中国的投资 就要放宽限制 所以印度认清了现实 开始对中国的投资 进行松绑 但现在来看中国企业 是否愿意前往印度投资还是问题 就是印度 不是你放宽了中国就蜂拥而至 也不会这样 所以现在来看 印度是外企的坟场 印度首先要解决自己的问题 外企才能跑到印度去投资 中国又不是傻子 对吧 你印度过去怎么样对付中国这些企业的 中国看得很清楚 怎么可能还去投资 所以本质上印度 是因为自己已经在西方受到冷落 很多西方包括美国资本撤出印度 所以印度才不得不寻求向中国获得这种投资 来稳定住印度的国内就业市场 最新的消息 富士康现在又开始准备回到河南了 7月24号 鸿海在台湾的证券交易所公告 此公司富士康科技集团 同河南省政府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 河南省政府支持富士康在郑州设立事业总部 富士康将充为发挥自身 在智慧制造领域的核心精神力 在全球范围的技术储备产业链优势 加快推动电动车整车 储能电池 数位健康技术产业落地 聚焦河南打造全球高端制造产业链 战略性新型产业生态圈 24号 鸿海公告 富士康将在郑州投资建设新的事业总部大楼 承载新事业部总部的功能 这个事业部大楼投资是约10亿元人民币 建筑面积是700亩 在郑东新区 主要建设总部管理中心 研发中心 工程中心 战略产业发展中心 战略产业金融平台 产业研究院 关键人才中心 营销中心 供应链管理中心 七大中心 为富士康在大陆实施 3加3战略提供产业资源 技术力量 同时围绕3加3战略落地实施 富士康将在郑州航空港 经济综合试验区 重点布局 电动汽车 市制中心 动态 固态电池等相关项目 22号 河南省人民政府的政府网站也公布 政府与富士康科技集团在郑州签署 战略合作协议 社会书记 楼阳生出席签约一事 省长王凯 富士康集团董事长刘阳伟 代表双方签字 富士康前段时间已经撤离河南基地 现在是作为比亚迪布局在中部地区的中高端车型生产基地 郑州与比亚迪21年9月签署了协议 37天就实现了开工 17个月顺利投产 包括比亚迪的海豹DMI首批量产下线 是在23年的7月19日 所以河南现在已经成为电动汽车整个产业链 还有人工智能未来的机器人 很多人工智能机器人生产中心 所以富士康现在也开始又回到郑州 随着郭台铭前段时间说 富士康给中国人饭碗 现在来看富士康现在在印度推进的并不顺利 而实际上包括美国也在准备从印度撤私 特别印度现在目的又和俄罗斯没了点去 俄罗斯关系非常好 所以美国要教训印度 所以现在富士康又被美国忽悠到印度以后 又从印度要撤回到河南 你可以看到这个资本家就是这个嘴点 有的时候他这个一天三变 有奶便是娘 没有自己的一点价值 没有自己一点 我就叫世界观 他们眼里面谁给我钱 我为谁工作 过去感觉这个郭台铭好像还有一点 世界观好像还有一点自己所谓的理念 但现在来看完全没有 走时候骂你 回来的时候又高高兴兴回来 要在你这投资十个亿 为什么 为了钱呢 走的时候呢 说你中国人 你们饭碗被我砸了 对吧 我们富士康我们到印度给印度人饭碗 现在又回来 所以从这个事我就发现 一点 就是资本家 商人 他不能从政 他们从政 他们 担任政治领导人 那最后没有原则的 没有原则的 他们可以随时变化 这些人未来 特别像什么富士康 你像什么川普这人 未来可以交易一切 这就我说的 所以你再回过头 你看印度 印度人也是这样 过去对你强硬 现在也可以改变 目的是什么 还是利益 但你看现在的印度 和美国这种关系 他很难再获得美国的支持 因为印度呢 因为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 印度也是金庄国家 印度也想发展和美国的关系 又不能完全倒向美国 印度还想三边都沾 中国美国俄罗斯 三边都想靠 结果我会发现 印度哪样都没靠上 这就是非常有趣的 所以你会发现 像商人 像什么富士康 像郭台铭 像川普这些人 他们很容易给敌人制造机会 给你的政治对手制造机会 而自己呢 可能会实现一些短期利益 而长期利益会受损 这就是我一直在讲的 你做政治人物 你一定要什么 要一个横心 把你的政治理念 长期坚持下去 你才能得出效果 如果政治人物 自己的这个意识形态都不坚定 今天变明天也变 那没有一个定数 那最后你所推动的政治 你的方向就会在原地打转 甚至形成一个循环 绕来绕去 最后呢 没有任何前进 只是获得了一些少量的利益 那逐利的话 很多政治理念是不可能长期实现 通过长期目标实现 所以现在看印度对华的政策 就是犯了这个错误 没有对华长期战略 是好还是斗 如果是好 那长期战略和中国要搞好关系 像俄罗斯一样 稳定中国和印度的关系 要是斗 那就完全倒下 倒向一方 也不要和俄罗斯 和美国同时搞这种关系 印度就没有 现在又要求中国向印度投资 又开始拉拢中国 所以我一直在讲 印度有一个问题 就是印度在原地打转 这也是过去几千年 印度它的宿命 你看印度过去几千年 你发现印度是一个文明古国 印度有璀璨的文化 但是印度一直在原地打转 从来没影响到中国 没有影响到欧洲 你说印度人过过喜马拉雅山 可能印度几个僧人 带着所谓印度教 佛教 佛教还是尼泊尔 带着一些当地的一些宗教 书籍过了喜马拉雅山 影响了中国 但也仅限于精神世界 你说印度对中国古代 有过什么实时性的 真的影响 没有 没有 几千年没有 它就在原地 在那个印度资道路打转 今天我觉得也不会 也不会 未来也不会 因为这就是印度的宿命 它过去几千年没有做到 现在也不可能做到 所以我说中国人现在看待印度 只把它当成那么一个狭小区域的 一个霸主就完了 未来自然它会被分裂掉 印度不是没有统一过 印度过去什么孔雀王朝 什么这个王朝 那帮都统一过 最后还是因为它内部问题分裂了 所以现在印度是由昂鲁撒克逊统一 实现那么几十年 也就是独立了这么几十年 48年独立 未来也持久不了 还是会被分裂掉 这是印度内部它自身的一个原因 所以我一直在谈论印度的时候 我说过印度还会遵循它历史的宿命 在南亚次大陆形成一个松散的无数国家 形成这么一个区域的经济体 也仅此而已 不会对世界产生任何深远的影响 没有印度 没有印度绝对不会有印度 过去几千年 对人类社会产生什么影响 你能提到印度吗 没有 成吉思汗统一欧亚大陆 都懒得去印度 都没有去过印度 所以你可以看 印度永远是那么一个封闭 偏远 自成一体的那么一个状态 所以我觉得中国人为何看待印度 放平心态 那现在看美国想拉拢印度 想把印度打到什么世界工厂 首先被印度人自己人就否定了 没有技术 没有工人 工人又懒 订单完不成 那只能撤资了 所以一直在说这个印度取代中国 我觉得这是非常搞笑的说法 过去几千年印度没有取代国中国 未来几千年也不会 更多的是一个说辞 我并没有贬低印度人 我去过印度 印度人呢 有他自己的生活方式 咱们却不要干扰 让他按照这种传统的生活方式 一直进行下去 未来千年 未来万年 印度人还会按照传统的生活方式 继续生活下去 谁都不要干扰印度 让印度静静的按照他传统的生活方式 一直这么静静下去 这就是印度的未来 所以我一直在说 中国不要把印度想得太强大 想得印度未来会取代中国 印度有他自己的发展的轨迹 而且印度最后会回到 他最原始的一个状态 过去几千年前什么样子 现在就什么样子 emphasizing变av